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我们用上两节 咱们介绍了一些 互联网的一些发展情况 对吧 这些内容 包括这一节 以及下下节 和下下下节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这已经有所了解了 可以跳过 直接从皮尔比卡尔学习 给大家一个提示 那你可以不需要浪费时间 对吧 那这点让咱们介绍的是外国开发标准 你做任何的行业或者做任何的一个产品或者做任何事一般的都要有一个标准来控制 对吧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插牌对不对 那个插座和那个插头 那个宽度啊高度啊都有什么标准的对不对 任何食品都是什么符合国家什么ISO啊什么什么这个标准对不对 都会有标准来控制 那咱们做一个外国开发 那也是有一个部门来控制的对不对 控制我们标准的对吧 那控制标准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和咱们重点要介绍的内容 对吧 那他现在要一下这个标准是谁来控制 谁来制作 谁来进入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看到下边那个最大的那个图了吗 是吧 W3C 后边的字母是C 这是他logo的一个设计 对吧 那W3C 那就是由三个W的开车所做现组成的 Work Wipe 对 这三个 解决W3C是咱们外部开发制定的一个标准部门 那外部开发的标准的是一个什么 什么趋势 在咱们现在和未来的网中的会成为网站建设的一个基石 对不对 那为了实用发展发展 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概念和技巧 更早更好的运用于实践什么标准对网站的一个什么 重复或者构建 提高自身和网站的一个竞争性 那怎么体现出来的 咱们再往下看 好吧 那首先来认识一下W3C这个组织 外部标准是由万维网联盟 也就是W3C刚刚说了 这个WWW对不对 是这个的缩写 也就是W3C是这个的缩写 对不对 它的官方网站是3W.W3.浮花器 那咱可以稍稍微露一眼 3W点什么 W3.浮花器 看一下 3W3W3W3C就是这样 这是W3C的logo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详细的了解 W3C的一些标准 那我就会给大家读了 因为我看了也比较会计 大家都知道我的英文水平是极差的 也不能是太差 总之读音上翻译呢 还算是错误 但是得接触一翻译软件 这里就不翻译了 大家要有兴致英文好的话 你可以读一下 读标准对你的开发软件的一个质量 那是我很大的帮助的 看一下 创建于1994年比较早了 专门研究外部规范的和指导方针的 对吧 那也199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也是外部刚开始启蒙的一个节目 那这个组织呢 就开始针对这个制作一些规范和指导方针 那它的主要就是致力于外部的发展 保证各种外部技术能很好的协空工作人员 如果什么都不统一的话 咱们说了 做一个网站需要很多的语言和一些软件啊 或者是构件啊 一些来构成的语言 如果没有做标准可循的话 那一个公司或者什么一个样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很麻烦 所以他们专门是针对这些来制定的 对吧 那咱们这个 他的工作经营标准化 那创建并维护这个3W的这个标准 咱网站的话 一般储疾面你会起来 3W点蓝不拉子前来 对不对 那3W点是你的储疾的一个 对不对 那看一下 现在呢 大于500多名的会员参加了这个组织 对不对 他们的主任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人发明了web 在89年的时候 这也是刚了解互联网的一个起源 对不对 那他主要执行哪些标准呢 也就是这些能开发网站用到的东西都给他制定 比如说什么 RTMR 那这些规范用他来制定 当然RTMR是什么 后边课程刚刚才会介绍 好吧 那CSS这个样式表 或者是XMR 或者是XHTMR 或者是现在的HTMR5 CSS3呢 也都被他制定 当然 中间呢 有一段 有一段呢 是W3C呢 是没有控制的 什么呢 我给大家稍稍说一下 给大家画图 他现在制定RTMR 标准和CS3标准 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他制定是这样 开始呢 他现在出现了 当然以前有很多个版本 对不对 现在出现了最高版本 就是HTMR 什么 4.01这个版本 然后他就 W3C宣布说了 他宣布就说 而TMR4.01这个版本 现在我就认为说 最高的版本了 再不升级了 因为这个结构化呢 有一些不太好改变了 对不对 这是W3C 做的最后一个版本 对不对 那以后再升级的时候 升级成什么呢 就不叫做TMR了 他开始怎么的 开始换路线了 实话 他开始做这个 什么呢 就做XHTMR XHTMR 开始玩这个了 从前面加了一个X 加X并不是说 让你可以自定义快兰标签 XXHTMR 就XHTMR 它是可以自定义标签的 这个不意味认识 你自定义标签 因为他要追求XXHTMR 这个标准规范 让你儿子天码写的尽量的严谨 听了吧 那这个严谨起来 用户不干了 浏览器厂商不干了 对吧 那用户有点不干在哪里 说我原来写一天码 说非常灵活的去写 是不是很容易 对不对 现在必须要我 遵循更严谨的格式 我写写是不是就累了 对吧 所以有点不干了 这些是由谁制作的 W37 对不对 那当然 就是XHTMR 制作了好多版本 比如1.0了 2.0了 对不对 这样的版本 然后 这些浏览厂商说 你这个按标准 让我浏览器 不就得更严格的去 追计这个标准去执行吗 对吧 所以 几家浏览器 比如说货 比如说微软 比如说谷歌 对不对 这几家浏览器说 哎呀 咱毕业最新标准了 干嘛 咱们自己 在这个基础上 咱们自己就形成一个 HTMR形成了 对吧 所以他们在这会儿就形成了一个 HTMR5的版本 这是个故事在的 对吧 那这些就有什么 就有比如说 呃 什么IE啊 对吧 那个厂商呢 还有什么 火狐啊 对不对 谷歌啊 之类的 等等吧 对吧 这些浏览器厂商就制定了一个 是全能力 对吧 但是这几个厂商 什么微软呢 什么谷歌 对不对 都是IT界的巨无霸 对不对 谁也不服谁 对吧 所以呢 他们已经抛开了 这不是W2C 是解错了 W3C 对不对 抛开了W3C 对吧 没有人约错他们了 他们开始升级天下木 对吧 谁也不服谁 对吧 所以呢 他们就说 比如说 爱出了一个标签 比如说可以播放视频的标签 国会也出一个标签 没人规定他们标准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家出一家 对吧 虽然都支持了 在这个上面支持了一些 新的特性 对吧 但是他俩各自一样 这就导致RTM市场非常的混乱 对吧 新加的这些功能 只有针对各个浏览器才能用 不兼容 而且很难调到兼容 所以说现在RTM5 现在是处于发展阶段 还没大规模发展阶段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 那你要做出一个 比如针对爱艺术 那果物还有一大群用户呢 你针对果物做 果物还有一大群用户呢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现在他们做的RTM标5 RTM5对RTM4的一些升级的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不兼容性 太多 就什么 那他们做的这个 市场反应也不好 虽然RTM是好东西 对吧 谁都希望用 但是不兼容 才没大规模起来的原因 对不对 那W37也不干了 我制定标准 就给你们制定 和用户制定的 你们都不跟我玩了 那我咋办呢 对不对 我不就已经空壳了吗 对吧 所以呢 他也混不着去了 W37也混不着去了 所以说他们说了 还是能在一起玩吧 我还制定标准 我也让你一步 你们也让你一步 对不对 所以这些厂商又会形成一个新的RTM5的和CSM标准 又遵循W37的一些规范 对吧 但是这规范得慢慢的来 什么呢 他得将原来的标签一点点统一过来 所以将来有一天 你写的RTM5的这种风格 那所有的浏览器都会支持 那成员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对吧 你不用挑交通听了 对吧 这个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那目前没到来的时候 RTM5在咱们外部开发 还很少用 对吧 在哪用 因为咱们手机里边的 比如UC浏览器 或者是Pi的里边的 对不对 那些什么手机里边的 和Pi的里边那些东西 支持RTM5 所以用RTM5做一些游戏 或者编音成一些应用软件 对不对 还是很好用的 所以它的化验空间 现在在移动端的标签 那将来外部端也会有 当然了 如果你就是开发外部端 你可以先不用去了解RTM5 那所谓的RTM5 就是比RTM4多几个标签 对吧 删掉一些不用的标签 改一些标签而已 对吧 Ci3也就是多一些属性 多一些选择器之类的 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商商加益的小插曲 对不对 它主要是对那些标准的 而且大家同时与其他一些组织 协作 比如说IETF 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是一起合作来制定规范 这些组织是无限协议的 或者以及有你联盟的 有你靠你联盟的这些组织 然后还有W3C 还有这么多些没有被部分 比如说这些公司严格规范 成为没有严格制定 成为什么推荐 因为有些公司有些会垄断 比如说微软 他经常会怎么做一些垄断的事情 就像什么 这东西只有我阿姨能用 你别的用不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是不是别人要想防这个 只能用爱一样 这是一种垄断的行为 那垄断的行为 阿姨也经常因为这个东西 会被一些交易办法 但是你公司有钱说交办法我也不改 对吧 但是最近这几年 像I7 I8 I9 这些都好多了 都在逐渐走向非责 但是这些了解 最主要的是采用web标准 对网站的访问者和网站的构建者 有什么好处 这是咱们重点要说的 你采用标准 浏览器常常采用标准 对不对 有什么好处呢 往下看 比如说对于访问者 比如说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访问者 访问网站的 对不对 文件下载于页面写的速度更快 你看标准多了 它实际上标准之行 对不对 所以好一些 内容怎么的 内容能够更多的用户访问 按标准来的 然后内容能够广泛的设备所访问 如果按标准写的所有设备都按标准去制造设备 是不是也能可使用 不管你软件使用 像打印机 什么搜索什么是不是都可以 然后用户还能够通过样式选择 现在制定自己的表现的界面 都好一些 所有的页面都能够使用什么打印的一些版本 对吧 按标准说有很多好处 对于网站建设者 比如咱们开发网站 这有什么好处呢 更少的代码和组件容易维护 不然它你自己的兼容性 对不对 然后 贷款的要求会降低 因为代码整结了 成本是非非的 然后你做按标准做的 搜索引擎搜你的网站 也按标准 对不对 所以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搜到 对吧 改版方面 不需要改动页面太多东西 提供打印版本 而不需要什么固执内容 都是按标准写的 提高网站的一些易用性 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最主要的 更重要一点 就是符合外部标准的网站的用户 和搜索引擎更加友好 比如说像百度啊 谷歌啊 MSN的雅虎等 专业的搜索 都有自己搜索规则 即判断于网页等级的 对不对 你越符合规则 他们越喜欢 对吧 你要写的很乱 不安套路出来 他们有的时候也没找 也就不是能更好的抓去你的页面 对吧 所以咱们希望 要先学大部三系的标准 当然咱们后边的课堂里边 介绍的哪个 就是说标准什么样的 对吧 让你去用 那你就算你先不读大部三系标准 你看高老师的 开发思想去做的话 也是符合大部三系标准的 好 这节课咱们就交到这里 主要就介绍了什么 咱们开发网站的人员 你要追求W3C 他们制定的标准 对吧 所以学网站之前 最好先了解 要留下标准 OK 好 这节课我们就交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